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父爸爸21世纪的生意 第20章过你梦想的生活 什么能让人富有 很多人都会说 当然是钱了 但他们错了 有钱并不能让你富有 因为钱随时可能失去 拥有房产也不能使你富有 因为房产也可能贬值 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所看到的一样 那什么能让你富有呢 我认为是知识 我最重要的一刻年轻时 在我投资房地产之前 我最早投资的是黄金 我当时想 黄金是唯一的真实的金钱 这是不可能错的 所以早在1972年 我就开始买金币 当时的金价为85美元每盎司 那一年我25岁 到我32岁的时候 金价已经逐渐攀升到800美元每盎司 我的投资几乎翻了10倍 这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人们对黄金 开始了狂热的追求 贪婪战胜了谨慎 有谣言说 金价将突破2500美元每盎司 许多贪心的投资者都涌进来 其中还包括一些 从来没有买过黄金的人 我本来可以卖掉黄金大赚一笔的 但那时我没卖 想着金价会继续上涨 直到一年后金价跌到500美元每盎司时 我才完全把手中的黄金卖掉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钱 随着金价的下跌变得越来越少 到1996年时 金价下跌到275美元每盎司 在黄金市场我并没赚多少钱 但却学到了重要的一刻 当我看到投资真实金钱都可以亏本以后 我意识到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有型资产 而是关于这些资产的信息 这些信息才能决定一个人最终是富有还是贫困 也就是说 房产 黄金 股票 努力工作和金钱本身都不能让你变得富有 让你变得富有的 是你对房产 黄金 股票 努力工作和金钱的了解 总而言之 最终决定你财务状况的是你的财商 财商和你在学校的表现没多大关系 也许你在学术上是个天才 但在财商上却是个白痴 一知道如何赚钱 你赚的钱越多 就说明你的财商越高 每年赚100万美元的人的财商 一定比每年赚3万美元的人的财商高 二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钱 整个世界都在试图夺走你的钱 而不只是伯纳德 麦道夫这样的商业诈骗犯们 其中主要的掠夺者之一就是政府 他以合法的方式夺走你的财富 假设有两个人每年都赚100万美元 如果其中一个人缴20%的税 另一个人缴35%的税 那么前者就拥有更高的财商 三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钱 许多人难以保住自己赚来的钱 因为他们是按照穷人的方式来管理钱 而不是按照富人的方式 金钱管理也是很需要财商的 我们假设有两个人 A每年赚12万美元 B每年只赚6万美元 谁的财商更高 肯定是A吗? 先别急 假如A每年的消费也是12万美元 那他每年都会回到原点 而B虽然每年只赚6万美元 但他能够凭借好的管理 每年只花5万美元 然后把节省下来的1万美元用来投资 最后谁会更有钱? 如果你的金钱管理能力很差 那就算把全世界的钱给你也不够用 如果你能够合理地做预算 学习B向线和I向线的思维方式 那你就能集聚其可观的个人财富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获得财务自由 不管你年收入是多是少 能够用这些钱好好的生活 并省下一部分用来投资 都是很需要财商的 你只有通过合理的预算才会有结余 四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钱 当你通过合理的预算留有余钱以后 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这笔钱 投资回报率是衡量财商的另一个标准 投资回报率为50%的人的财商 一定比回报率为5%的人的财商高 有的人不但能得到50%的投资回报 而且还能享受免税政策 有的人只能得到5%的投资回报 还得缴35%的税 他们之间谁的财商更高则不言而喻 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节余下来的钱存到银行 或用来买共同基金 如果他们有节余的话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更多的钱 但其实还有许多更好的投资方式 存银行和买共同基金不需要任何财商 连只猴子训练一下都会买共同基金 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有史以来回报率最低的投资方式 美好的生活 做网络营销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钱 而是获得商业技能和财商 从而用这些钱来创造真正的财富 但即便是财富也算不上是最终目的 创造财富的最终目的是让你过上美好的生活 通过对不同人生活状态的观察 我认为人有三种活法 这三种活法由三种不同的情感驱动 并且与三种不同的生意和心理状态相关 生活在恐惧中 我尝过破产的滋味 我已经说过 1985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最悲惨的一年 那一年我和我的妻子金陷入极为严峻的财务困境中 我们无家可归 只好住在那辆破丰田车里 那种恐惧感简直让人无法动弹 我全身都处于麻木状态 我知道那种感受 因为我在小时候也体会过 我是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长大 没有钱就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家上空 伴我度过大半个童年时代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经历 它所带来的伤害绝不只是在经济上 它能够摧毁你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让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支离破碎 生活在愤怒和挫败感之中 第二种活法就是生活在愤怒和挫败感之中 因为这些人每天都得按时起床去上班 而他们真正想做的却是其他事情 生活在这种情绪之下的人也许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很高的工资 但是他们无法停止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挫败感 他们知道 一旦停下来 他们的世界就会土崩瓦解 这一类人常常会说 我没法退出 如果我退出的话 银行会收回我所拥有的一切 他们还常常说 我迫不及待地在等待下一个假期或在工作十年 我就退休 生活在喜悦 平静与满足中第三种活法的人能够内心保持平静 他们知道 不管他们是否工作都会有足够的收入 我和金从1994年开始就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下 那一年 我们卖掉了自己的企业 选择了退休 当时我47岁 金37岁 但许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在工作 而且还工作得很努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喜欢我们所做的事情 知道我们可以不用工作 知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有生之年 都有花不完的钱 这能够给人一种非常自由和愉快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可以全身心去做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 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不管我们是打高尔夫球 环球旅行 还是在会议室里开会 对我们来说 这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都是在实现我们的梦想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一直以来所梦想过上的生活 我们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秒钟 蚂蚁 乍猛和人类 前文我提到过蚂蚁和乍猛的故事 我们从小到大都认为 世界上有两种生活方式 一种是节俭 勤劳的蚂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一点一点地把东西积累起来 为将来做准备 另外一种是铺张浪费 不负责任的乍猛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它们及时行乐 完全不考虑未来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分类给我们带来的坏处多余好处 没错 节俭 负责 未雨绸缪是很好的习惯 但是你看看蚂蚁过的是什么生活吧 你真的希望自己成为蚂蚁王国里的一个齿轮 每天没日没夜地搬运泥土 并以此度过一生吗 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不是蚂蚁 也不是乍猛 我们是人类 难道我们就不能充分地过好 我们人类自己的生活吗 如果你掌握了获得财富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能够聪明地管理自己的金钱 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能够拥有宏伟的梦想 并有勇气去实现这些梦想 你就一定会在人生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第20章过你梦想的生活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21章21世纪的生意 来了 第三章